好燦爛 大家好,歡迎收看凌風Vlog第21集 今集就不是回答你們上次問的問題 因為我還未準備好 還有等待別人在畫畫 等他畫完畫之後我再做 所以還未做好的 今集說什麼呢? 今集又要說我丟錢下海的故事 有很多書店 今集最主要是說我買了一新滑鼠 反光 Logitech的遊戲滑鼠裡面 旗艦級的滑鼠 那為什麼會買滑鼠呢?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我現在的滑鼠 是令到很生氣的 我現在的滑鼠就是這隻 還有平時還有一隻的 為什麼有兩隻呢? 本來我是用了這隻的 那為什麼會不用它呢? 主要原因就是 它的連線上面是有些問題的 就是我用得久了 動一下動一下的時候就開始滑滑的 有時會有時不會的 那就是很麻煩的 因為我經常都按錯按鈕 而且這隻滑鼠就沒有其他按鈕 只有左右鍵 還有中間的滑鼠 還有中間的按鈕 中間可以按下去 那就沒有了 那我以前用來玩Wallframe 大家知不知道Wallframe是什麼遊戲 Wallframe是一隻我曾經著迷的一隻遊戲 曾經玩Wallframe的時候 就要用很多的按鈕 在滑鼠上面都要按很多的按鈕 但是我這隻滑鼠就沒有按鈕 所以我要按中間的按鈕 結果我就 對,三個手指並齊 按來按下去 然後我就轉了一隻滑鼠 轉了一隻 這隻 這隻是不知道什麼牌子 在成大 某一天 突然間 他賣一些電腦東西的時候 就買回來的 其實就不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他其實很好拿手的 就是你這樣拿下去 是很適合 那隻手 但是有什麼不好呢 一來他很重 還有我發覺我用滑鼠的時候 最主要都不是 握緊整隻滑鼠這樣動 很難表達給你們聽 那我最主要呢 是一個抓手的方式 就是我不會 切一切的 用手臂來向前向後 而是用手指向前向後 這樣動 那所以呢 其實呢 他FIT到流 又不是說 很好用的 其實也有東西好的 就是他有很多個按鈕 就是這些 左右 還有他有個這樣的按鈕 這個 這個按鈕 就是連擊三下 是打機的時候用的 但是我現在很少打機 還有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這隻滑鼠 跟這隻滑鼠 是同一個問題 就是 它那個連線上面的問題 是力的 對我來說很大問題 因為我做雲音的時候 那時候 這個滑鼠搞到我整天這麼錯 就是 我試過是整個按鈕 就這樣被它掉了 就是因為這隻很棒的滑鼠 所以我就買了一隻新滑鼠 那這隻滑鼠呢 雖然它有無線 但是它也可以有線 挺方便的 不如先拆出來 看不到我拆 咦? 那些光月裡暗 先拆出來 這樣拆 好像很帥 Logitech G WOW 對啦 那這隻就是 Logitech的 G98的滑鼠 我本身呢 除了買這隻之外 我還有打算買 MX Master 我不是說兩隻都一起買 我只是在說 考慮究竟是不買 MX Master 都是Logitech 只是買G98 得出個結論我也是買G98 原因是 看什麼MX Master的時候 它比較輕 這隻真的很重 其實MX Master 都很重 而且它也是一隻 不是抓好手的滑鼠 也是一隻 滑鼠的滑鼠 所以我買G98 那我們現在開燈 這裡有一個按鈕 按下去就是Facial模式 按下去 另外有一下就會 很好按 這兩個按鈕 真的很好按 很好按 對啦 那今集零風課就到這裡了 那下集應該是 回答你們問題的時間 我猜 那下集見啦 bye bye 耀 priorities 你很擅長 ……… 幹嘛